本章讲解的是看到市场机会的重要性 尤其在创业过程 创业其实重点并不在于说你想创业 或者你觉得自己很行 你就要去创业 或者你很有能力你就想创业 它的重点是在你看到一个市场机会 而且你去掌握它 这才是最大的重点 跟能力跟学习 我个人觉得说不是那么有关 再加上说其实现在很多东西都作为人为的操弄 真的假设P来讲 你要去参加一些什么创业社团 像AXP之类的那种小孩子玩小车的那种行为 哇那你给玩死了 怎么说呢 他可能叫你写一大堆企划书 然后设计了很多挫折 然后让你去有反应 然后从这种反应当中去挑选说 你就具有创业者特质 真的还蛮好笑的 所以基本上来讲 看到机会都很小 写个小小的程式 然后组一群人写一些小小的程式 下载一些免费的程式 这个会有大事业吗 个人基本上觉得还蛮好笑的 所以我们今天 我最主要是因为看到这样的一个节目 叫做前进大陆 他讲到一个车磨老板 我的感慨 在我一生当中 有很多机会 我根本看不到 也许很有能力 可是因为寻求的观点上不一样 我们希望是稳定 对方希望的是挑战 所以产生结果就不一样 那为什么会跟这个车磨老板做比较呢 第一个因为对方很年轻 他25岁就成功了 然后最主要我想能力上有相仿 就是说这个人他本身16岁 他就产生第一张电动窑床 刚巧我个人对机械结构跟PLC 跟室内配线 我还算博有心得的 而且我有取得证照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也觉得说 其实就这部分能力是相仿 再加上说他做的东西是枪都打不爆的建筑物玻璃模 跟车磨 那这个东西的时候跟我的第一个工作是有关的 我第一个工作最早的工作是在红来红明红新 做那个免洗餐具跟黄热的格热材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曾经拉过那种那种所谓的塑胶瓶 就是说因为他这种是塑胶东西嘛 产生一种格热材 像车子里面你看到一些格热的软的 不管是泡棉或者是PV或者EVA 那东西我都做过 所以说基本上来讲同样都是拉模 可是问题是人家是老板 那我们还是一个小小的白领阶级 有时候这个东西还蛮感慨的 最主要里面的时候 他提到一件概念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他这一个年轻老板他非常有趣 他建立了通路也就是说 他原本是从一个送货小弟 然后到最后去送那个车模 发现生意很好 然后他就开始在经营通路 等到通路经营成功了 然后他就从台湾的这个地方去进货 却被卡货了 为什么 因为台湾这边他觉得说 这个东西太好卖了 台湾试图在大陆当地建立自己的经销商 所以把他的货卡住 那他因为这个问题 他就不得不自己去 去制作这一个车模 那可是更先的是 他当初他就从网路上列印很多 这种车模制造资料 然后尾撑了 让人家感觉说 他其实对这东西是有研究的 就跑到台湾来 跟他讲 如果你不正常给我供货的话 那我就自己做 结果台湾这边的人却在笑他 那为什么笑他 他就觉得这东西是还蛮难的 根本就不可能 结果他真的就自己去开了一个工厂 然后讲到一个重点的地方是说 刚开始料都不稳定 就是说他生产出来的品质都 都还蛮差的 然后都是有问题的 直到有一天 他发现早上的品质是好的 晚上的品质是不好的 结果发现这个差异 就是差异在这个地方 就早上的部分 他的料的取是用吸管 然后晚上却是用倒的 那因为农季本身有一种混合度的关系 所以早上的品质非常好 晚上的品质却是一大堆肥料 那后来他就发现了这一个问题 从此之后一番丰盛 在25岁就做了一个非常有钱的人 那这东西的话 让我感触很深 所以我就想把它做一个录音档 来分享一下 那接着我们来讲 我以前的感慨经验 其实我大概13岁 14岁大概在专科 自己上转念书的时候 我就在教书了 然后我就在教那些电脑方面的 然后后面陆陆续的时间 我在教英文 可是在30年前 我早就在教书 可是我却没有看到地球村 地叉村或者聚叉电脑的机会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吗 因为有一次 因为在尖割的过程当不断的尖割 有一天我遇到一个 一个我当初在精华电脑的一个 电脑维修部的就是一个总务 结果拿出银片一看 竟然是某电脑公司的总经理 那我这就觉得还蛮好笑的 为什么 但其实后来的时候 我把这种想法拿出来分享 给各位就能体会了 早期部分我们今天就在教电脑的 那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领终点费 那你今天只要老师 能够市场上生存 有学生欢迎 你的课就不断 可能你一三五排完 二四六要接着排 礼拜六礼拜天都排完 你每天都在上课 你上课就领现金 领完现金你就是花钱 就这样子 你不会懂得说 什么叫做没钱 什么叫优患意识 可是他跟我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做的工时很长 要维修电脑 然后可能还要泡茶 然后擦黑板 他每天在想一件事情 要么他自己把自己变成老师 可是他口才又没那个能力 他真的出来讲 搞不好学生也不欢迎他 这种东西是有他的难度的 可是他就想一件事 那为什么他自己不来开一个补习班呢 结果他那一个人就开始在注意这种 这种开补习班的动作 那可是问题是 你说工作好好的 谁想自己徒弟创业 好死不死金华电脑 因为老板玩股票的关系 不可能是什么因素 我们不知道 他就倒闭了 倒闭了 他们那几个人就自己筹组 有没有 就自己筹组 就好像筹组就自己开了一家 一家叫学差的补习班 然后赚大钱 那这个概念就有点类似什么 就有类似说 当初我是董事长 汤姆龙的董事长特别助理 然后后来我们老板因为在大陆 投资了一个很大的 类似迪士尼的一个场所 整个钱给大陆就坑了 然后后来就挂了 挂了之后的话 你知道汤姆龙有14个店长怎么办呢 他们就有几个人就自己去组 然后就开始开启了类似汤姆龙的这种店 那你说 那我这个董事长特别助理 怎么办呢 因为我们找工作很容易嘛 所以后来我就到台北的土地开发处 去做土地开发人员 我管的土地大概有还蛮大的 就是新竹苗栗台中云林 那几个像新竹中华路一段 那几个汽车旗舰店都是跟我签约的 然后苗栗的部分像卫王 它有一个关系企业深美 也是我接下成功的 还有白马磁砖的中区分部 也是我接下成功的 我把它搬到云林的台北工厂 所以基本上来讲 其实我很忙 我每天都在忙着做一个小工 忙着做一个很好的月聘人员 然后感觉上还蛮崩崩烈烈 像我新竹光户路二段那个 我拆了三十几户人家 就是伟健 从这句时代到这样 那你知道每天在处理这种事情的话 学习多少知识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不仅诉讼会的强制执行会的 那时候我配合律师 许文斌律师 他教了我很多东西 树状 还有那个什么 就是这种相关的东西 还甚至于跑到那个新竹 有一家非常有名的 动物型的 的那个货车公司 就是客运公司 去强制执行 才拖回来三条车 然后那还上什么立华院干嘛 反正就是很忙就对了 可是因为我很忙的关系 我失去了对事业机会的敏感度 导致于说我今天只能做一个小小的知名作家 那后来这后话不讲 因为可能我学习力还蛮快的 因为土地开发人员做一做之后 后来公司有成立好几个建案 大概四五个建案都大卖 因为公司刚成立嘛 所以基本上来讲我都是建筑团队成员 所以那阵子我又开始学代销 学建筑图 学绑钢筋 学会太多东西了 可是不管我学会再怎么多东西 我都只是一个雇员 最多是能够写写文章 或者分享知识给大家 然后在网路上讲讲话 就这样子 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并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 所以我们今天强调 创业它的重点不在意你很有能力 也许瞬间能力你都有了 可是你看不到机会 事实上也是没有用 那机会是要跟着时间 其实我在回想 车磨老板的经验 车磨是这几年才有 三十几年前 应该这个部分 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 所以基本上来讲 有时候在想 创业最重要在哪里 最重要就是你本身要 具有和有市场的机会的敏感能力 然后你要有执行力 好 那当然至于说 子弹或者金钱 我个人觉得那不是问题 只要你有想法 老天一定都会协助你 那我算是属于那种没有想法的人 所以 只能在此跟各位分享 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是张弥 我是玩销利的共同作者